我跟我媳妇结婚这么多年了吧 我老婆就好多管闲事 现在我儿子已经结婚了 现在他要管我儿子 我儿媳妇的事情 我就特别反感 我跟儿子说什么 他在背后的事件事 我跟媳妇说什么 他也事件事 好像我说什么都不符合他的心意 我怎么才对 你整天摆过我干什么 你趁早出去 你想走你就走 爱去哪去哪 儿子儿媳妇现在已经结婚了 他还要管 再这样搞 我们就过不下去了 这也许是爱宝录制六七年来 年龄最大的一对嘉宾了 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对夫妻 来 掌声有请 王先生61岁来自河南退休 刘女士59岁 同样来自河南退休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欢迎老妹 王先生是不是觉得说爱人太专制 总想管儿子的事 这是您给他说的吧 是的 是的 儿子的对象是您介绍的 原来介绍的这个对象 他认为不行 他想中一个女孩 他非要叫我儿子跟那个女孩成 但是我儿子就想不中 现在儿子结婚跟谁结的呀 我给儿子的一个资料 他成了 成了 但是我原来我老婆 他坚决反对这个女孩 坚决反对 不叫我拿这个资料给我儿子 听明白了 现在娶回家没有我最关心的是 娶回来 娶回来关系好不好 娶回的时候呢 就是说要买房子 是吧 他就不听这个儿子 儿媳妇的意见 他认为儿子在和西 他就要买到和西 儿子跟儿媳妇商量了 我们要买到这个合同 以儿媳妇性 他就坚持不同意 合同的房子一下贵二三十万 而且就是说在合同 儿子上班 要多花三个小时的时间 不管怎么样 这中央要有一个人跑 你不可能说你买到中间 那两个人都跑 更不合适了 那我肯定我儿子独生子 我养活这么大了 我处处要替儿子着想 最后买合同还买和西了 买到合同了 他就非常不高兴 我们装修处 他一次也没去 我不满意 你们买就买了吧 我也挡不住 我听明白了 就是您 您儿媳妇和您儿子 是一伙的 对对 你们联合起来 逗皇太后 你看后来我说 我们没事吧 大家去长沙 去这个黄兴街转转吧 他先走了 他说到那个地铁一号出口 到那儿我找到 老头 我到地铁口 怎么没看哪里啊 我们商量好了 到一号出口 你到二号出口 这不是故意折腾人吗 我到一号出口那儿等他来 他有个打电话 叫我去二号出口 你打电话 我就问一个电话 他就说 你怎么就会折腾我 下这么大的雨 你不折腾我 你不好受 说好了一号 他就非要到日号 专门跟你打 我这不是也没来过 黄兴广场吗 是不是 我们不知道吗 我还以为这是 你不可能一二都不认识了 你也不可能一二都不认识了 你不是说没上过学吧 你总不能说这个 那你早就不能类似你啊 二位 你们的这个情感世界 我有点听不懂 从儿子就扯到了地铁的这个出口 约会地点的变化 你们也吵架 是经常吵吗 我们感觉就是 现在没法过来 他这个 没法过来都 什么事情都要 他说了 他非要他自己 独断专行 就是我认为 他说了一点道理都没有 这个您儿子谈恋爱 结婚之前 你们家都听谁的 儿子结婚之前 我老婆一直独断专行 这您承认吗 我不承认 因为他是记恨我 他不是夫妻记恨你什么呢 真是 他为什么记恨你呢 就是因为我儿子高考那个事 高考怎么了 你要高考 高考吧 你要我儿子报这个志愿 我儿子都公布说了 他报那个科大那个志愿 送到学校 他自己就 私自就改了 改成那个清华 原来这个 儿子小什么事情 我都没有管过 他说什么就说什么 这个这么大的事情 他也敢独断专行 儿子填好了那个志愿 他送的时候 他自己就私自就改了 你看这个不是小事情 这个是原则的问题 那也不能完全怨我 我跟你讲 那从高考之后 那河南搞那个 就是专场咨询会吧 你们都不去 我去了 到那儿我把我儿子 这个情况一讲 听明白 反正应该人一讲 人给你推荐了一个学校 是吧 对 到那咨询会上 最后我儿子考上哪了 那一年没有拿也没有考好 他就对家庭 对这个儿子伤害大得很 那一年我儿子的风俗 就够不到这个清华 他没有录取 我没想到我儿子会落榜的 那一年了 高分都挤到清华了 你不管怎么说 你这个地方专专行地 就是几个名牌院校 都抢着要我儿子 听明白了 我就给他讲的 搞了个清华 那后来孩子考上大学没有 后来又复读一年 考上没有 考上一个北航 那一年就是第二年 那个什么 你看这个山还多大 他都不知道这个 儿子就是说 考了我们何必是第一名 报了北航 我本来是想 还想报清华 老头说 今年坚决不能报清华了 结果我听儿子分数一下来 我当比号一问 不是 这个不是错过 我马上眼泪都出来了 我就心里好难受 你是有一个清华梦的人 是吧 这个他就不是 他为了自己 显示自己权利 他如果说 儿子万一考上了 他就觉得 他那绷子大得很 好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您认为 因为儿子读书的事 所以您老公 指控您专制 其实您没那么专制 是这意思吧 对 就这个事以后 您是举 从儿子考学到谈恋爱 这个阶段 包括在哪买房子 来说明 结婚几十年来 你老婆都是专制这个家庭的 是这意思吧 是这意思 这个听明白了 我也不是什么专制 但是你不能说 有了儿媳妇了 处处给我弄难看 什么意思 整天就这样 一弄 就在桌子底下踢我 我怎么了 儿媳妇来了 但是我也有对的地方 根本就是无理取闹 你举一个他无理取闹的事好不好 你比如这个家具怎么摆 本来儿子说这样子摆 亲家来了 感觉是 就是这个电视 对着这个书房这个墙比较好 我感觉和亲家的意思也一样 结果就按照亲家的意思摆了 然后后来了 我就发现这个长沙这个天气不好 经常刮风下雨 吹过来以后 这个沙发容易淋了 我就想把这个沙发 和这个餐桌调整一下 那天我正好大家去调整 她从外边回来了 我儿媳妇人家宣好了这个地方 她就私下来要调整这个位置 人家宣好了这个地方 你就不能调整 你说这个桌子 这个家具挪一挪 如果儿媳妇认为这样不好 我们再挪过来就行了 对不对 你挪过来 人家说你不好 那不就闹矛盾了吧 最后儿媳妇觉得 那个调的好还是不好 就没有叫做调整 她那天你看她多厉害 她捞到我的手 她说你要再动 我今天就要揍你 你给我滚回河南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不是 这么说劝她的也不停 不要敢问 你会劝自己 我也会 我问您一句话 就是我似乎觉得 你们家最独断专行的是 你们家儿媳妇 儿媳妇说个什么 好像你就复为胜识 我认为我们虽然是带儿子家 这个就是儿媳妇的家 这个不是我们的家 我们要听儿媳妇的 你要说我们带老家带河南吧 你随便 那我就不管了 但这里不能这样做 直书打理 厉害 她就是怕喝儿媳妇那个味 什么是怕 我就说 儿媳妇其实也是挺同情达理 你只要把这个道理讲一下就行了 这个并不是怕 你矛盾都是从小积累的 你以后你知道能到矛盾 因为你背后 你就先看着 刀刀关窗户不方便了 你嘟了我多少次了 是不是 我这样调整一下 这不是也正常 好 听明白了 你们俩不会这么 当着儿子和儿媳妇的面吵吧 我们没有当着她的面吵 我们都对着 就是儿媳妇不带压了她 她好厉害了 比神都厉害 饿得很 那这个说实点 我们觉得这样的矛盾 不能影响儿子的 他们的工作 他们的情绪 是是是是 好 行 我听明白了 就这么点事是吧 就这个事 她就说 不行 不过了 你再这么 我那个什么 离婚 把我那天就气得 我就吃不下饭 这样的矛盾 吃到货不到一块 她就不是说 从今达里的 那过去几十年 是怎么过来的呀 过去几十年 都是因为孩子 过去几十年 都是我让的她了 以前就是在河南的时候 比如洗衣 做饭 什么什么卫生 都是我打上好 但是到常常以后 我就故意不去 她的卫生 我不给她搞 为什么呀 我婆婆七十一岁 去世的吧 我公公八十五岁 去世了 一旦要是我身体不好 我要先走了 她这些卫生啊 个人卫生 你说儿子和媳妇 整天忙得不得了 你还想陪着你搞 我就故意不给她搞 所以她就认为 认为我报复她 又照例 这我听明白了 她现在不帮助你生活 是吧 对对对 然后你就觉得 这是她对你的恶意报 是吧 对对对 她不是 她光是 她自己整天吃的瘦 你看我们成家的时候 我是一百一十六斤 她一百一十七斤 她现在都快一百四十斤了 大鱼大肉 她还老想吃 你吃这么胖的 你还想吃胖啊 吃胖就叫我吃后 也少给我早吃 好好好 您还想过吗 想过 我怕她高血压 糖尿病啊 三高 听明白了 我家公共就是三高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你们俩能不跟儿子 他们在一起过吗 不 我要跟儿子 为什么呀 我就是 儿子就是我的命根子 我就要跟着儿子 那她呢 我反正我觉得 她跟着儿子 她就这样搞 根本跟儿子 我过不到一块 我就 我认为她还是 早点走牢 没事 你就听我的 你就会搞到一块了 你就不要跟我大喊打电就行了 好好好 这个 您不是打算要跟她离婚 是吧 离婚不离婚 要分开过来 你要离 你敢当着你儿子面说 你就说 反正是 以后我们一直不说话就行了 在家里 我该做什么做什么 您爱来就来 不爱来 您爱去哪去哪 不管我的事 这多别扭啊 那没事了 我有时候 她故意找我的事 我有时候半年都不离了 主老师 你这样子 你送的她 她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她 没事 你听我的又对了 你原来一直听我的 就没矛盾 你现在整天想找事 对不对 你不想听我的 你听谁的 不听媳妇在听谁的 对不对 你就在听她了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老伴的这个话 其实有道理啊 你们现在寄宿在儿子家 那这一家指出 不是儿媳妇吗 不是您啊 看来不是离不离婚 是这个家庭主导权的问题 您还想接着当领导 是吧 您觉得她该退位了 对对对 我就说了 她绝对这个世界 她不要当家了 有什么事听儿媳妇 听明白了 这是一场家庭的革命 跟离不离婚没有关系 离婚只是一个借口 该怎么革这个命呢 交给你们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在孩子的一生当中啊 妈妈是应该是 她陪着儿子走完一程 到达她人生 该转弯的 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 要换交接人了 您就应该 把您的儿子交接出去 您是一个陪伴者 您不能一直 主导她的人生 假如说 您要是执意 拿这个主导权 您想想儿子 他得受加班气啊 如果您站在儿子的角度 去考虑 真的为他好的话 您就稍微把这个权力 应该往后让一样了 交给儿媳妇 其实她 新进入到一个家庭当中 其实她也是 有点坠坠不安的 就是家庭的一个新成员 她要适应你每一个人 你说什么 她可能会听 可是慢慢的 她就会有自己的 自主意识了 她也要考虑 你说的对还是不对 她不是说像儿子 或者像先生一样 完全顺从您 他们顺从您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出于本能的爱 可是儿媳妇是什么 儿媳妇是爱乌集乌 因为您是 她爱的人的妈妈 您生她养她 所以我孝顺您 我爱您 可是她没有 应该说天生意义上的 主动去孝顺您 爱您 您明白我说的 这个话的道理吗 然后说叔叔这边 是什么呢 您是她的爱人 过了大半辈子了 儿子是她身上 掉下来的骨肉 这俩男人 是她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两个人 现在突然进门 一个新的女人 你们俩都围着 那女的去转了 把我亮一边了 你觉得她心里好受吗 对吧 所以您试着 也放下您的这种的 非要反抗的这种意念 去理解一下 阿姨的这种心情 就是都把自己 这个执念的东西 放下以后 去相互换着角度 去考虑一下 对方现在的这个立场 可能很多问题 就迎刃而解了 好 谢谢萧老师 来 严老师 我特别想知道 这个因为家具摆放的问题 婆婆和儿媳妇有矛盾吗 我和儿媳妇没矛盾 不管我愿意不愿意 既然儿子成了 儿子就跟我说了 妈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这就是你的儿媳妇 我说 没事的 我愿意不愿意 只要这是你的媳妇 那我就是以后 就像姑娘一样对她 我再不愿意 但是我也要好好对她 不 女士您看眼眶都红了 咱先不去说这些 就是如果你和儿媳妇 单独相处 就没有这个老伴参与 你们这样会吵起来吗 不会 是你让着她 还是她让着你 我会让着媳妇的 假设她要回河南了 我会和媳妇出的 更没有毛病 主要是你太小心眼了 就是说你怕这怕那 其实有时候就是自然沟通 媳妇也是挺平均打底的 是吧 我听明白了 其实你和儿媳妇 都愿意适度地退让 但是其实你的这个老伴 他的内心比你会更敏感 更脆弱 更担心不和谐的 音符出现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不和谐 他就提前插进来了 因为他理解的你 他几十年相处的您 他认为是一个会引起 矛盾和冲突的人 所以他采取的 您您听我讲 所以他采取的这个措施 并不是说他完全失控了 不听您的了 是他特别希望 你们的世界当中 不要有争执 尤其是你们二老之间 不要因为有一个外姓人 走进这个家 信了我们家的信之后 出现了矛盾 我想替先生说的是 他并不是你所想的 一听我就好 怎么不听啊 而是他真的是为您好 因为他了解您的个性 他不帮您搂着 迟早你们婆媳之间会爆炸 是不是 您心里深处是这么想的 但是他一旦跟人家吵开架了 有了矛盾就不好解决了 那个就没法解决了 没错 所以我跟女士讲的是 希望您能够体会 老伴为什么这么做 他的心是向着您的 他的心是向着 你们这个大家庭的 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 您的老伴是真的爱您 他更关注的是 你们小家庭的利益 你们二老之间的愉快程度 所以你看他一直说 说说咱咱走吧 这个要不然迟早会有麻烦 咱们两个去耽过吧 他如果不是为了您的幸福 为了您的和谐 您的健康 谁不愿意和儿子 多待一待呀 先生 其实我挺理解您的 但实际上到了现在这个阶段 孩子都成家了 你想想 我们更关注的 一定是对方这个人了 您的任务只有一个 哄好老伴 支持老伴 让他心安 慢慢调整吧 我觉得这个坎是可以过去的 谢谢 好 谢谢杨老师 来 图老师 聪明的老年人 可爱的老年人 会选择不介入年轻人的生活 他宁愿装糊涂 装糊涂是一种幸福的选择 千言唤语 化成一句话 就是各过各的 您也是从儿媳妇走过来 你应该非常清楚 一个女人在这一辈子 只能成为一个男人的中心 那就是你的丈夫 你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儿子的中心 虽然这个话听上去有点悲壮 但事实就是如此 虽然儿子是您生下来的 但是他的生活中心 永远是另外一个女人 不可能是你 这也是母爱的悲怆和伟大之处 母爱是一场渐行渐远的分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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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很喜欢这件衣服 你就会挑款式 挑质地 挑它的价格等等等等 所以你应该理解 他对儿子的那种占有 所以说 当孩子成了家之后 我们用两种方式 来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 第一是珍惜对方的付出 第二是尊重对方的选择 珍惜对方的付出 就是儿子要珍惜 母亲对自己的付出 要有一定的包容 但是你也要尊重孩子的选择 珍惜对方的付出 更多的情况之下 要选择在生活当中 有一定的尺度 宽容 尊重对方的选择 就一定要相敬如兵 很难做到 但是你不放手不可能 你不可能跟儿子 一路相伴到老 只有他的枕边人才可以 你要是跟那个儿媳妇关系搞差了 谁倒霉 你儿子倒霉 他难受 你说呢 装点糊涂吧 没事别老在人家那住的 回去吧 就这样吧 祝老两口幸福 来 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老伴 我觉得你这个毛病应该改改了 如果你不改 全是我就原来跟你说过 我就回河南了 老头 我也跟你讲 你最好少啰嗦 我和儿子 我会听儿子 听媳妇的 我就不会听你的 你只要少唠叨 你就过在一起 你唠叨多了 你走得远远的 我耳朵跟着还清静些 好 人家也不想聊了 来 请亮灯吧 回去吧 谢谢两位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 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 也可以通过天津FTV 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 PPTV 剧力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 看看他们的选择 请开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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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叫爷爷 没关系 说明年轻 在这里要感谢 要保持伊北师 纯的爱 放心爱 伊北师纯净面膜 提供的礼品赞助 来 我们见证这位 老夫妻的浪漫时刻吧 来 各位请见证 你让着我就不行 你不让着我就不行 你不让着我就不行 让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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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着你 让着你 请亮灯啊 这不是挺好的吗 拿着这个啊 回去吧啊 有空啊 出去玩玩啊 生了孙子没时间玩了 你们再出去玩就玩不动了 回吧 两位 那场幸福之旅 每天能回忆 谢谢大奖 谢谢大奖 舞台上这就叫琐碎 生活里这就叫情绪 还会打 但是打可能就是一部分夫妻 生活最精彩的一个部分 也许咱们到他们那个岁数的时候 也会如此 人生嘛 就是 谢谢拜拜 谢谢大家